就是差不多那些 對 主持選擇1,2,4,7 這些比較高班的馬輪 這次不是平榜 這次是普通羊賽 羊賽的情況下 佳應之星要負133磅 都挺重 比上次出賽的時候 多了7磅 1號的成績就是 1,2號的成績 就是最好的 贏過3次 4次落地 佳應之星 多了5個 第2,4個第3 他是 6歲馬 2號幸福士龍是5歲馬 1號仔的 成績表長一點 很應該 顯示到他 這個 1,6的路程 是 跑慣跑熟 就是路友專長 等於 8加4 12次上名 4次落地 這樣 2號 排過1檔 檔位和1號都差不多 他就3個 1個第2 落地4次 上將梁加進跑 13去跑第4 兩隻的近跡 和 賽跡 成績 1,6的經驗 都差不多 聖得精彩 上次 巴道跑第9 這次 巴道跑2號 聖得精彩 上將 12倍 巴道跑第9 1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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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落地 百步 川雲 就是 這組馬之中 上將成績最好的 就是 潘頓 9倍 跑第2 穿了Q 這隻馬 都不錯 贏過2次 1次 第2 第3 6次落地 只有1、2、3、4 成績 就是最好的 其他 5號、6號 上將的成績 比較厚 幾十倍 跑第7、第9 7號 升州司令 現在有5倍 在這個場合 也有5倍 這隻馬 對著 123分 佳應之星 也有5倍 這隻馬 是怎樣的 這隻馬 上將田泰安 跑第4 18倍 跑第4 這隻馬 就 休息了很久 就是 就是 今年才出來跑 跑得很好 都是 經常都接近的 有可能是 初陀了一些歲月 他有機會是一隻 較高分的馬 比現在較高分的馬 不過呢 就初陀了一些歲月 搞到現在7歲了 這隻馬 都沒有 跑夠那麼多 迷你 跑夠那麼多 路程 加分 加到 幸福笑容 加應之星 不過這隻馬 近期的賽職都不錯 那我 1和2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選一隻 選一隻 輕一點 選一隻 8度 選一隻 2號 雖然他熱滿 但是 他跟1號 戰績差不多 4號其實才好 3檔 1、2、3、4檔 都是好馬 4號 有4.9倍 白步村雲 上漲潘盾 都跑得不錯 快活谷 1600 如果要拖 就 1、2 或者 2、4 1 都不要買太多 我上次 剛剛第一場 都選中了一隻 初出大雄風 沒什麼進帳 很少 夜多 一隻 夜多 一隻 但也算是中了一隻 一隻 這場 我在一和二之間選 選擇 我 選擇 126磅 幸福笑容 輕一點 希望 跑起來 沒那麼吃力 舒服一點 看看有沒有好的成績 2號 你估計 幸福掌聲 是快是慢 好像 年輕版 快翼線 那些 有時是退前 有時是縮在尾 嗯 草轉越通常慢一點 是 1,600 他就未必夠快 上次2,000 都逼他上前面 對啊 不過散得更快 嗯 聖州司令 今晚都跌磅了 馬 30幾磅 那之前 上名的時候 都是108幾的 所以都下 以前上名的時候 正常水平 再低一點 1077 嗯 賽前 是多了一個大閘 這個聖州司令 至少保持健康 有時 馬都是 很多問題 人打傷過 黃金甲還要打圈 夠快 騎師 這場 這場 那些馬那麼好 那些成績 1,2,3,4 那麼好 都很難偷雞 冷碗馬很難偷雞 獎金又高 即是 不容你偷雞 那些贏得的 即是有信心的 都會 用心去跑 7號看不 即是 7號是有些 叫 叫做 想像 他今年才叫認真些 跑回幾場 好久都沒有跑 有 百步村雲 五雅 五雅 少許汗濕 對二勢落 即是二度 位置1.0 嗯 莫來拉 有些退票 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百步村雲 他的評分 和他的 他的 他的 戰績 就是沒有1號 二號那麼好的 高分碼是好一點的 這一場 連贏位也很接近 五十多元 好了 紅燈也已經亮起了 第二場的賽事 跑一班 千六位 九十五分或以上的組別 結果都是 現在連贏位 2號 7號是大熱 紅色 那麼 7號 7拖六 的位置 有六格 是這樣 即是很 很… 很冷落 的 位置 我想 投注人士 都不買那麼多 這些馬 很難 很難偷雞 這些聰明馬 是有他自己的特場 跑這個千六 聖得精彩 和家應致勝 時間差不多了 交給閘前 聖得精彩 等一隻家應致勝 駐武馬匹 準備拖擋二場賽事 一班千六米的路程 大熱 是二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外面位置黃金甲 出閘快 中間是家應致勝 內蘭還有八部川雲 和星洲司靈 第五位 紅武那隻 是勝得精彩 暫時一對幸福在後面 外面有幸福掌聲 外面是幸福笑容 暫時電喉 好 接近千二米的斷處 前面放頭的馬匹 就是那隻黃金甲 緊隨其後 有家應致勝 第三位的馬 外面位置是百步川雲 內蘭第四 是星洲司靈 後面三匹馬 勝得精彩尾三 尾二就是那隻幸福掌聲 暫時電喉 內蘭位置 都仍是那隻幸福笑容 好 開始轉香港太后遠彎 前面帶頭的馬 都仍是這隻黃金甲 撤來了第一個新位 第二位 這隻黃金甲出到閘了 這次很厲害 他是幾十倍的 想偷雞 紅帽就勝得精彩 外面是幸福掌聲 包美內蘭位置 黃三黃帽就要比了 就是那隻幸福笑容 好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放頭的馬 依然是黃金甲 看到外面怎樣 開始掌聲 有這隻 紫色眼罩 家應之聲 中間呢 仍是升得精彩 百步川雲 在後面的馬 馬林中間 現在追上來 就是幸福笑容 好了 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賣面 家應之聲 中間百步川雲 外面位置 還有勝得精彩 三個馬 鬥一九的時候 外面的幸福笑容 開始來了 最後一把 家應之聲 入面出來先 看看到不到了 外面追上來 還有幸福笑容 家應之聲 似乎 剛好在裡面 對 那都是高分馬 一號二號 跑回來 我選了一隻二號 我也知道一號 也不錯 那些黃金甲 是 偷不到雞 二號 跑第二 一號跑第一 好合理 好合理 一號 頂房潘頓 贏回場 幫他 46元 第二名 2號 幸福笑容 花到 23元 追不及了 三號 勝得精彩 八十三 第四位 八步川雲 潘頓幫這隻家應之聲 終於贏了 一班賽 獎金少些 不過叫做拿回 Winner 夠落後 幸福笑容 好後追上來 見到一二三四 陳定名次 一分三十三秒六三 一班賽事重播 千六米的路程 大熱 是二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外面位置黃金甲 出閘快 中間是家應之聲 我不是因為我買了一隻 二號 才有什麼不滿 就是 對著這麼好的馬 你這麼厚 你的取勝機會 低很多 對嗎 一隻二號仔 他的檔位又不是很差 以前也不是那麼厚 你跟上一點點 沒有那麼厚 那你都衝起上來的時候 都會 機會高一點 你看他一路 沿途 跑尾 又不是很重磅 那隻黃金甲呢 就出到 出到閘 這隻黃金甲 試過 大熱門 潘頓 其實一毫子位置都沒有 試過 都挺威風的 黃金甲 跑到這裡 直路頭 都贏了一個馬位 但是沒有了 就是幸福笑容 你看要衝這麼長的路程 那你跟前一點點 就好一點 對不對 那現在潘頓已經 贏了一個馬位 現在他上來輸這條頸 全部熱門馬 一號二號 一二三四 都是贏過這個路程 一二三四號 都是 這個路程有 贏馬紀錄 所以都是熱門馬 跑出來了 三重塞得五百九十幾元 其實 WIN都挺好分的 其實 二答三是五十一元 時間都挺快 一分三 三